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2014 15周年经典展播 欢迎收听 我站在烈烈风中 第82场 街道上上午 时拍时删去 街道两边的古旧房屋正在拆除 警察郝有亮带着小五穿过人群 向远处走去 第82场A 街道上上午 时拍时寄信找到的新的结尾 警察郝有亮带着小五去看守所 走到一家电器店门前 郝有亮说 我进去有点事 你等我一下 郝有亮然后将小五靠在路边的电线杆上 小五蹲下休息 路边围观他的人越聚越多 小五看着他们 他们看着小五久久不散去 黑话起字幕 剧中 大家好 这里是小凤直播室 我是小凤 当贾张科用镜头把小五靠在电线杆上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变成了看客 我们在看小五的时候 还非常不情愿地透过荧幕 看见了自己的状态和生活 那份不情愿正是来自社会变革中 被重新安置的个人 在找不到一个确切的位置时 所遭遇的身份危机和认同危机 贾张科的影片小五 因为其富有想象力地运用电影媒介 展示了现代化进程中 社会和道德的异化 这与人类共通的现实问题 从而在柏林电影节等世界七大电影节中 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及最佳导演在内的八项大奖 那一年贾张科第一次正式拍电影 而小五的所有费用仅仅是七宗罪的一个片头 每一位走近小凤子博士的嘉宾都会随身带一本书 一部电影和一段音乐 那么这样的问题对于贾张科来说显得尤其必要 首先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是贾张科成为贾张科的一部电影 黄土地 在我到现在为止对我产生过最大影响的还是陈凯歌的黄土地 对因为他这个电影他让我改变了我自己的生活方向 在我看到这个电影以前我是自己写一点小说 然后主要是学学画画 也没有说我是要做一个艺术家 我就是想找一口饭吃嘛 因为我学习成绩很差上中学的时候 基本上就属于那种老师完全放弃的 就是说你来也行不来也行 你听也行不听也行 你看小说也行 趴着睡觉也行 只要你不捣乱就行 很像老师投给的 对就是老师这种对你的一种放弃态度 也让你自己越来越放弃自己 然后就那就家里头就非常的着急啊 说这怎么办这小孩 你们有个就业的很很实际就业的问题 我父亲又是中学教语文嘛 他总是希望孩子能从事文化方面的工作 就不是去做很简单的这种工作 当社会员或者是卖水 对对我自己是特别想在想去社会上混 因为我差不多很好的朋友都在社会上 然后我自己觉得在学校里就很孤单嘛 真的很孤单 就人家都准备考大学 我自己觉得考上也行不考也行 无所谓 然后父亲就 那我父亲就说你一定要考念大学 一定要去接受这个高等教育 那我就很头疼 最后就我父亲 那要不你学美术吧 因为我们家乡有一个学美术一个传统吧 它是一个出路 就像安徽出尼瓦这样或者是 这是一样 那就是个出路 对 首先就是个出路 然后我爸说 那个你学 因为那个我数学基本上就是 如果老师气得要打我 我分不清立体几何和解析几何 出一道题说这个题是立体几何还是解析 老师气死了 就是我父亲说 那这个考美术这东西文化分低 然后也不用考数学 你就学吧 哎呀我自己挺有兴趣就开始学学学 但有些其实觉得好玩 这不没有说我要用美术来表达自己啊 什么的 但这反而是写作是一个 然后连贯的 自己从开始写那种歪诗 然后就开始学着写一些小说 当然小说写得非常幼稚 写得非常幼稚 完之后就 但就那个年龄 青春期那个年龄 那个境界嘛 你就写一点那种 那种东西 然后就那 就去泰原就学学美术 泰原有那个山西大学 他有一个预科嘛 在那学 那时候基本上我就说 我还是抱着一个找一口饭吃的这样一个愿望 哎学一个手艺 将来可能就找一份工作就完了 然后就很好 我来就是在我们学画的那个住的 我都住在村子里面 南郊区的一个村子里面 最好他那泰原市的公路局也在南郊区 他有一个俱乐部 叫公路电影院 嗯 就是说每天都都放各种各样的电影 因为他票价很便宜 是因为他都是放的旧片子 然后有一天我就路过了 说看黄土地 也不知道是什么电影 就实在没地方去了 想一想着回宿舍睡觉也没地方 早晨也不在 干嘛就那就看电影吧 就突然就想看电影 就进去了 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电影 也不知道谁拍的 进去之后 就你一下子就 看 看到 我真的是流着眼泪看完的 因为他 跟上就在 黄土高原上嘛 然后 旅良山 旅良地区 对 就我看那些形象 就好像看到我姨父啊什么 我姨妈似的 我表姐一样 就你看到一个电影 你一下唤醒你很多那个跟土地的那个那个记忆 然后他跟这真的跟我跟我有关系 所以我流着眼泪看完 看完之后 这是一个方面吧 打动了我是一个 最主要就是说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电影 我不知道电影还能这样拍 因为我脑子里想象的电影都是那种老干部都突然 我心脏病要爆发了 这都是这种 我就说你进电影院的时候 你的期待就是 你的想象就是又又看一部这样电影 可能有一点点期待新鲜的东西啊 没想到是完全崭新的一个电影 就一下子就被被震惊了 就说电影还可以这样拍 还有这样的电影 而且他那个视觉和声音的那个对人的那个刺激 就我走出电影院就说 我要拍电影 我要我要当导演 回来了 回来了 咋了 睡觉 没咋 做活呢 好 饭在锅里 吃吧 哦 你们队伍上有女兵 多着呢 不会唱歌的不要 谁说 那会唱歌的呢 咱队伍上去 是难道到夏延安远了吧 五百里路呢 哦 原来 崔强 咱公建人有公建人的规矩 被领导批准了 就不信改改规矩 咱公建人啊 咱公建人啊 就靠着规矩打天下呢 我回去了 就跟他领导说 就说黄河边上 有个叫翠小的女娃 想参加 等领导批准了 我一准来接你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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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花子共激党 远离着 共产党 来了个自由汉 马里头跳马就不一般高 人里头就输赞 就输赞公家人好 然后直到现在 就一字有 如花子共激兵 飞上枪 就万里好伴 共产党 然后直到现在 我前一段那个卫视 我一直在放 还在放黄王土地 我看了还流眼泪 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 我不说它好还是坏 是它在我生命里面已经 它已经是很特别的一个特例了 对 而且的确那个电影 那种诗情和 它内心的那种感情 是它是分泌出来的 它可能很精英意识很强 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来批判这个电影 但是它有一点 它这种情感是分泌出来的 是真东西 所以到现在我还喜欢这个电影 因为有了这个电影 我就改变了自己 还有了现在的 对 我就有了一个明确 非常明确 非常明确 比如说像写小说 我一直在写 也发表过写作 也很不明确 就喜欢表达就写呗 但是看到电影之后 就真想做这一行 其实我觉得可能好电影的这个价值之一 可能也是 它会给你更大的空间实际上 给你更自由那种 点化了一下子的那种感觉 这个片子 它实际上说 改变了你的人生方向 也就是说这部电影 你在看的过程当中 做电影的假张客就诞生了 应该是这样 就我走出电影 真的走出电影 我说我要搞这个 这个太好了 我要做这个 我一定要做这个 下来就是说 怎么能当一个导演 怎么才能拍电影 那太遥远了 那个电影 电影在九 那时候是九 九一年 那个时候 对一个县城里的孩子来说 那个 基本上是疯了 人家觉得我 就我爸就说 我有 就病 得了病一样 可能呢 有毛病吗 你当时那种状态 是不是好像进入一种 电影的情境里面似的 他就冲血了 就是 就是 大脑冲血 我要搞这个 别人都不管了 我爸就说 本来是送你去 是 找个职业就算了 你现在怎么发疯了 升级了这个 但我爸还是非常支持我 他一方面觉得太遥远 再一方面 我就说 我觉得我父亲 就是非常开明 你自己就碰了 是吧 碰了碰了 失败就算了 反正 你孩子回来 做该你做的事情 就从那一刻 就一直到现在 92年开始 91年 想 然后93年考到电影学院 从此 我觉得我其实 在电影上是很 很一帆分手的一个 没有什么挫折的一个 一个过程 所以在这点上 还是很幸运的 你如果真是 特别想做一件事情 你就毛着就是要去做的话 没准就能做成了 反正我做事 就是有点不太好吧 就是不计后果 就 其实93年 是我已经23岁了 23岁 你知道在现场里 意味着什么吗 小孩已经会走路了 对 所以你就是那个过程里面 就是说很多人会劝你 不要想这事 所以到我后来就 后来写文章 我就非常的反感 那对电影那种神话 因为他把很多人的天才给吓回去 我觉得很多人很有天才 很有天分 但这个行业里面的人 把他描述描述 把他神话神话 就 就 其实就很多人被他吓跑了 觉得电影离我太远了 其实他就是个职业嘛 有什么大不了的东西 幸亏当初贾尚科是不期后果的 喜欢电影不期后果的 发了一回疯 对 你说的 对 他有了现在的这个贾尚科 那么就是陈凯哥的 他就后来拍的一些电影 那绝对不敢 绝对不敢恭维了 就 那他太刺了 霸王别金呢 霸王别金呢 霸王别金我也不喜欢 也不喜欢 对 他完全就是 给理由先吧 对他就是一个情节剧吧 就是说 他的美学上的追求完全没有了 然后就是 很简单的一个 一个故事的一个复述 我是 我不喜欢他就是从 霸王别金开始 后来的风月 风月我就没看 我们两个导演啊 我们同样都做的不错 然后我坚持拍我独立电影 可能在欧洲 可能我有两家影院 放就算了 诶可能他是一千家影院 整个欧洲 或者在美国你是大面积的商业 我是那个 一家影院放一个星期没了 就这个东西对导演有一个改变 有刺激有改变 或者说当你当你去电影节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认识他 但不认识我 也有一个刺激 因为简单的电影就就拥有大众 不是他不好就拥有大众 那可能慢慢的导演就改变了 因为你想获得那些东西 所以很自然 就这个工业里面 他力量太强大了 但是贾长哥 你不想拍一个电影 所有的人都看吗 难道你就是 为欧洲电影节的平稳 能拍电影吗 也不是啊 但是有一个自知之明 就是像我这样的电影 他不可能像泰坦尼克那样 真的谁都去看那样 就是不一样 因为那个电影 它是一个娱乐 我的电影 它可能是另外一种东西吧 是什么 它不是一个 它可能更多的是很累的东西 希望你付出 观众付出感情 付出思考 这样 其实像 即便像泰坦尼克那样的东西 也不是谁都看 反正我也没看 我也没看 你也没看泰坦尼克 像陈卡哥这样的导演 她的电话的轨迹 你觉得将来有可能 会在你的身上就是重逢吗 你会时刻醒醒自己 不让自己滑向那样的一个 深渊一个泥潭 因为我觉得拍 如果让我拍那东西 我就没兴趣拍电影 就那算了 其实也很简单 就对了电影的态度不太一样吧 对我 你让我去拍那样的电影 我就觉得拍电影太辛苦了 我做别的了 不做电影了 对我这么辛苦就是想拍我自己想拍的东西 对在这里就是补充一点哈 你说《霸王别姬》不好哈 但是《霸王别姬》呢 就是在一般的人 甚至在知识分子这个阶层里面 他们很多人也会觉得它是一个好电影 而且他也是就是拿这个 《霸王别姬》的东西 讲的电影哈 就是你说它不好 你这么一说之后 我们大家心里有点迷惑 究竟不好在哪儿中 你能不能给我们提 这完全是专业的角度来谈的 对于大众 包括知识分子来说 它还是一个好电影 但对我来说 就是说它完全跟我的美学曲位 就大相径庭了 对我就不喜欢它 我就觉得它不好 你比如说《黄土地》《孩子王》 它能拍到人的一种状态 人的存在的一种状态 但是到了《霸王别姬》的时候 他在拍着人的所谓大的悲欢离合 情节剧 完全变成一个情节剧 就是讲故事嘛 只是讲故事讲故事 就这个都是我不喜欢的 就说那个电影 其实在我的那个脑子里 它的电影的档次就下来 对它是日本人来了 哇生离死别啊 什么这种东西 它是拍的非常好的一个电视剧 你也可以这样说 因为它奋献给大众的只有情节 它本来可以 含在这个电影里边 有好多的那种 就是比较精神上的 或者比如说情感上的那样的东西 已经变成形式了 变成简单的生离死别 这些东西 但是它也含着 就是对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那种思索 它好像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一样 那很多作品也有 也含着这个东西 不能说因为它有了这样一个东西 它的电影就高级 就是好电影 就有一个人说 我又要写一个时代的变迁 那可能他会写的很糟啊 你比如像 举文学的例子就非常简单 你比如说有的人 比如说写他的小说 他可能语言是非常独特的 他可能写的叙叙叨叨 坑坑坑坑的 但他讲述那个状态 他的语言的感觉 他描绘的那个气氛 就全有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份子 那电影也一样 他的电影语言 可能是非常有自己那种讲述状态的 但是有口音的 有结巴的 也不标准的 但是那个气氛就全部有了 但是大文笔记就属于 中央电视新闻联播那种 非常标准 非常光滑 非常流利 他也讲时代的变化 是用这种 是用这种腔调讲的 那这个腔调我就不喜欢了 可能有的老板拍着拍着片子 从表现自己开始揣摩别人主要是 他可能揣摩别人的 怎么感觉啊等等 观众的心理啊等等 对家里有观众就可能会越来越多 当年家里都觉得你发疯了啊 那现在有了小五有了站台 回家之后是不是爸爸 妈咪特别高兴了 挺高兴的 他们看你这电影 你爸爸怎么评价小五啊 非常为我担心 他跟你拍 小心点吧 他都非常有忧虑 但时代不一样嘛 他们是拿文革的经验 或者拿更不愉快的经验 来看这些东西 嗯 一本书 一部电影 还是一段音乐 小凤直播室 让我们共同去发现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小凤直播室 今晚的嘉宾是著名的独立电影人贾张科 他为我们带来的一部电影 一部改变了他人生方向的电影《黄土地》 正是这样的一部影片 是本来一个有可能成为售货员的贾张科 或者是水果饭子的贾张科 变成了电影导演贾张科 陈凯歌大概也没有想到 也许在那一刻 黄土地只为成就一个贾张科 或者说拯救一个贾张科而存在 黄土地陈凯歌1984年的作品 贾张科说 那是从身体里分泌出来的忧患感情和失忆 多么的令人难忘 同样这种真心的东西也越来越少 那么今天晚上贾张科 为我们带来的是怎样的一本书呢 对 也是跟我自己这种成长有关系 我就聊哉之意 就小的时候吧 大概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 我自己其实很缺诺一个人 非常缺诺 胆想 当然也干坏事 但是骨子里是很缺诺一个人 然后 干过什么坏事呢 那多了 后来我父亲就给我一套那个白话的 翻译好的那个白话的聊哉之一 我看完之后我就勇敢了我觉得 为什么会 我也不知道 这怎么会让你勇敢了 你是不是觉得原来不敢走黑道 不仅是 这是最浅 最浅沉的 我就不怕了 我以前非常头痛 那个早上去去学校 我们小学特别残酷 我觉得大冬天啊 早上六点钟要去学校跑步 就绕着城跑一圈 跑完步 背完书回去吃了早上再来上 以前特别发愁起床 不是说起不来 是是害怕黑唧唧的路都没有 但看完这个我就赶走了 根本不令 根本不知道 反正根本不怕 你是不是内心特想撞上鬼 什么之类的 也没有撞上鬼 其实你看了一个鬼怪世界以后 你觉得它也有个秩序 然后那个特别是 我觉得就那种勇敢的东西 并不单是说敢不敢走黑道 还有其他的东西 我不知道是从哪来的 聊哉之一像那样的一个书 它会让你变得勇敢 那不是它里面的那种故事 对你的那种 我想想我没想过 为什么它会让我勇敢 它我觉得这种鬼怪世界 它是人们恐惧的一个底线 说你比如说从小 爸妈吓唬你也是拿这个东西吓唬 它的确从人的天性来说 这个世界也是一个底线 但你看到的那个世界里面 其实有它秩序 或者说爱情故事 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突破这个底线 就说你 我已经知道这个底线是什么 所以其他的我 嘴肚子还怀着一个小秘密 在走夜路的时候 也没有 就这么说吧 就以前 可能你害怕什么很多东西 就说看完这本书 就是遇到一个拦路抢劫的 我都不怕了 我觉得挺好的 不知道你那个力量从哪来的 我明白 鬼怪我都不怕了 还怕人 我觉得有时候人可能害怕 就是说他 因为他人物里面就是 都是很多柔弱的人 其实书生啊什么这种 所以他面对人 他 他那个经验里面 就是面对了人生里面 最恐惧的东西 画皮啊什么这种东西 就是说你不停的有这种经验 不停的有经验 当你就是你有一个思想准备 就是真的突然有一个恐惧事情 在你面前展现的时候 你会好像经历过 好像有经验 还不是附上的干口 对 好像不吃惊 所以我前一阵子 就是我拍战台看镜的时候 99年冬天的时候 我在太原给抢劫 真的 我觉得那个整个过程啊 整个过程我觉得都非常滑稽 就完全不恐惧 我就跟他好好的看 我觉得特别好 他抢劫的时候就 他就跟着我 你一个人 我一个人 我从那个 他几个人 他也一个人 然后天还没全黑 我就感觉有一个人 一直在跟着我 我就走走走 一会儿那小子说话说 老大 他叫我老大 他说老大 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学生 他说你从哪来 我说我从北京来 说你去哪啊 我说回家 然后拿出个小的 老大 小刀 然后说老大 给我点钱 整个他都是用一种 这个非常 把自己降得很低的 博客 降得非常低的这种 把自己降得很低啊 老大 但同时他也有暴力东西 混合在一起 他说你 给米奇 你要多少钱 全掏出来 我说我这有100块钱 你拿走 他说你就100块 我说我就100块 我回家嘛 我带那么多钱干嘛 就非常像朋友聊天 然后他拿了就走 哈哈哈哈 回来回来回来 跟我去 跟我去 哈哈哈哈 就把这套也 哈哈 给他他就走了 所以就说 他会让 这这本 始终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你 就没有什么 心惊肉跳的感觉 你始终就 比较平静 比较静 比较静 有没有一点点的那种 比如说那个波形 有啊 心跳的波形跟平常不一样 他肯定是那个 他他喊你老大师 你肯撑就上去 然后当你真的跟他交谈 你又 就下来 一开始 哎 听到我儿子 他估计他也干不出什么 更重要的事情 其实你也 倒有点得担心 如果他要是那种 亡命徒的话 那就是很可怕的事情了 后来就是说 后来我们小孩在一起玩 因为比如说 中学说 就说打架 什么这种事情也有嘛 那时候我们经常爱说 一句话 就是说别人生 也别怕事 对 那聊在记忆这本书 他就告诉我 他让我不怕事 就是说 当然你那个事情发生 你肯定是不愿意的 或者说 那一刹那你肯定是很紧张的 但是有一个心理 非常好好的心理准备 告诉自己 不用怕 对 其实你可能怕 但是你 他会让你变得调理 变得能冷静 变得勇敢 我觉得刚才 改让他跟我们讲的这个 被子打结 特别有意思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对他的那种态度 你跟他之间那种交流 在 我觉得我对他的那个态度 是让他就是有点迷惑了 他有点害怕了 我觉得到最后 真碰上老大了 然后他也是尽量保持正经 就大家都尽量保持正经 那你是不是一刹那会想到这个人 他是一个小 像小五一样的那么一个人 比如说可能他的生活 怎么样 那一刹那肯定没这么想 但我觉得我挺而走想的人 他背后都有故事 我相信你这一点 比如说 我这次拍纪录片 我采访了很多三倍小姐 我觉得每个人背后他都有很多不容易的东西 就是说人们很多观念里面可能就觉得他们是因为好义务了 就是说很多在生活里没有能力的人 他不得不这样去做 大部分都是家庭里面就突然巨大的变故 你比如说对点心就是比如说丈夫残废了 就我们中国很多女人 他自己生存能力很差的嘛 不独立嘛 原来女工工章倒闭了 自己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能挣钱回来 但丈夫残废了 把孩子学费都要交非常昂贵的什么赞助费 好几万 一个工人家庭他怎么来出 一大堆 你婆婆公公婆婆生病什么 一大堆 那他最后就做这个了 他得活着 或者丈夫被坐牢了 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东西 比如说被人家诱导的吸毒 他每天就要要挣一个毒资 可能挣200块钱 100块钱买毒品 100块钱生活 他变这种也有 但大部分都是生活里面 都突然就说有巨大编辑这样一些东西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 好像物质的 物质的优惑 所以我觉得面对这些人说 我真的不能用非常简单的那个概念 或者说非常简单的一个经验 来套他们 但总结来说 当然这不是很好的事情 不是很好的职业 当然也不排除有另外的东西 一样像抢劫这种东西也有 前一阵子我有一个朋友拍了一个纪录片 他也是拍这种流浪小孩 他就真的无家可归 无家可归也没受过教育 他的变成大力的生活方法就是 都敲债了点钱 心敲债了点钱 所以就是我觉得个人都是非常无辜的 有问题的是社会 是那个结构 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一路说小时候那些孩子 他偷东西啊 他真的不是说坏 有时候就好奇 或者说物丁局 我有个朋友他去偷东西 偷钱啊 就是想吃牛肉 就那个那时候刚开始有 街上有的 允许摆摊 我们那儿出产一种牛肉 在那个小小车上推 他就馋嘛 他的唯一的问题就是馋 当然也是欲望 因为馋 因为小孩 他就偷一两次两三次被人家抓了 然后就送到照管所去了 他不得不做这个职业 我觉得你好像就是有的时候 你回避对个人做道德评判 是不是你觉得更多的 比如说是社会的原因啊 就是你同样是在这个社会里的人呢 你为什么不会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有有两种 就是说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比如说我是一个小偷的话 我自己无法逃脱自己的道德这个纠缠 但如果从我自己看别人的角度来说 我不愿意简单的用一个道德的一个方法来评价它 对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资格那样去创 那你自己聊天之意 你当时看的还是白话文版的啊 翻译过来的 聊天里面故事特别多啊 也对哪个故事印象最深刻 话题吗 你让我具体讲一个聊天故事 我都给你讲不出来 都极其相似 像你刚才说文学说的也是一个气氛 整个的环境 对 都因为太久了一个事情 太久了 你后来有没有再去买一个原版的 不从您的那个聊斋之一 家里出价了上去 有聊斋之一吗 有啊 有 就是我爸爸送给我的 就是那本白话文版的 是白话文跟古文对照的那种 还是纯白话文的 对照的对 前面是那个古文 后面是那个白话文 古迹版 你就看到了 我觉得这些文字觉得累看过 看不懂就看到了 今天下午 我再翻译本博尔赫斯文集 无意忠敬发现了博尔赫斯 为阿根廷版的聊斋之一所做的序 其中博尔赫斯这样写道 这是梦幻的王国 更确切的说 这是梦昧的画廊和迷宫 死者复活 拜访我们的陌生人 清客天变成一只老虎 颇为可爱的姑娘 竟是一张青面魔鬼的画皮 一架贴子在天空消失 另一架在井中沉没 一个国家的特征 在其想象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这本书 叶数不多 却使人依稀看到一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 同时也看到一种与荒诞的虚构的 异乎寻常的接近 而贾张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 只是因为那是一个人类恐惧的底线 她是一个怯懦的孩子 变得勇敢 今天晚上导演贾张科 会为我们带来一段怎样的音乐 她被誉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 她以独特的电影语言 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中国导演 从小舞到站台 从任逍遥到天注定 从三峡好人到二十四成绩 她始终以深沉的现实关怀 坚定地描绘着变千里的中国 初心不改 方得始终 小凤直播室 本期重温 电影导演贾张科 特邀嘉宾采访 沙子乐队 刘东宏 一段音乐 我觉得吹剑吧 对 我觉得像我这个年纪的小孩 而吹剑对我们都有很多影响 比如我学画那个年代 那个时候90年代初 然后真正听到摇滚音乐 是听到吹剑的音乐 一无所有 一块红布 很多吧 就各种各样的歌 就两个专辑嘛 那个时候 一个是很迷茫 没有出路的时候 再一个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时代 那个气氛 都需要有一个声音发出来 那么有一个声音发出来 就是吹剑在唱歌 所以那个时代 他的音乐和那个时代都非常统一 对他喊叫式的那种 还有他的音乐 我觉得真的是 在那个时候真的是 中国的爱上和中国的愤怒 包括他的形式都很好 我觉得 包括到现在 他新的东西我都不听了 对 就暂时就是他的头两张 就是我觉得 他能让我想起那个时候 想起集体生活 那时候我们学画都是 就是一帮小孩住在一个村子里面 村子里面 每天晚上都一帮小孩 画画 画完之后就聊天 喝酒 然后听着肯定 下酒菜肯定是吹剑 因为像吹剑就是国内第一代的摇滚 但是之前 对摇滚你有什么概念吗 我在这之前摇滚 我就叫站台就是摇滚 哈哈哈哈 春季思汉就是摇滚 那不是那是disco 哈哈哈哈 不那么清楚 不那么清楚 我稀里糊涂的 觉得站台就摇滚 i got a check 中间没叨滚 Hause 在反常人间 I got a challenge 你看 他签成祕venth 短暂的啊 啊 啊 深夕的展开 无寂寞的等待 没有出发的爱 没有我未来的爱 无独的展开 寂寞的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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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然后 听了推荐女的 这个是摇滚 但当时也觉得站在还是摇滚 对 他有点节奏吧 然后 这就 能感受到 去推荐他这个歌里的那种 比如说那种叛逆的东西啊 所有的叛逆东西和他 弹的东西都是有感而发的 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当时听他的歌 比如说在雪地上撒点眼 什么之类的 那时候是不是你能感觉 自己那种青春旺盛的经历 通过那些歌就可以有一个渠道 悬解出去 不是旺盛的经历 是压抑在心里头的东西 他不是说我们有经历了 发现不出去我要听摇滚 我心里头压的事压压压 压的东西 哎 我要听摇滚 像传气一样 对 像传气一样 比如说现在还会再去听崔剑的东西吗 有时候熬夜什么都放啊 但都是听他头脸张 就是还是过去 他现在出过几张我不知道 反正我就听四张 那二三张都没听过 熬夜的时候还是会用崔剑的音乐 就去变成一种习惯吧 还有大伙聚会的时候 这个到现在比如说家里头 朋友一起吃饭什么 很自然的就找那个蝶出来就放了 他会干扰大家 比如说他因为很急促啊 或者是很有力量 节奏很强的 那么他会不会就是干扰到大家的气氛 就是说他的存在 你会意识到吗 还是说淡化成一种背景了 也不是 我觉得我们都跟他的有一种关系吧 有时候特别好玩 比如说有时候聊天聊聊聊 突然在不说话了 这时候就 就我肚子着 然后听两句 然后就接着聊 像你们谈话的一个监奏乐 一样 那么在站台里面 是不是也有很多崔剑的音乐 没有 为什么没用 因为我觉得他的音乐是属于精英的 不是属于普通人的 普通那个大众的 他对大众没有多大影响 对 所以我没有用他的 我用的都是什么 路灯下小女孩啊 还有张帝 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张帝好像那个 连说带唱的那个 对对对 有问朋友问张帝 就这种 还有那个小秘密啊 我做电影喜欢用这种 音乐很重要 就他真的是 他好像一个坐标一样吧 我听到这音乐 我能想到我那个时候 就是说我自己这个人 我的想象就是说 我比如说现在做电影 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工业上的要求嘛 比如说写故事大纲 可能我剧本没写之前要写一个大纲 人家好去找钱 去给你安排很多事情 那我就不会写 因为我对对世界的想象 都是从局部开始的 就局部展开的 我就特别头痛写这个梗干 我剧本都是从地场 写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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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想那个初中的时候的生活 我肯定马上就是霍远家 邦邦邦邦邦邦邦 对 然后你就就开始打开那记一样 它是一个钥匙吧 昏睡百年 对 比如说我跟那些画画的朋友 可能我们有过一百次谈话聊天 你让我现在马上想 我肯定不知道聊过什么 但我可能想想推荐的音乐 就想到谁那天怎么样了 谁怎么进来了 嗯 现在你们在听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好像回到你 就当年在学校里的时候 会回到 学画画的那个时候 对 像刚才我脑子里闪过 就想象的时候 我脑子里闪过 就是有一天 我跟一个朋友 我那时候自己租房子 然后去很远的地方拉梅回来 拉梅的路上发生一件事情 第一次看到一个直升飞机 特别一从树上飞过去 好像说能看见那个飞行员 啊 过去 过去之后特兴奋 然后就特别想把这个事告诉大家 回去之后 一屋子人一边画一边在推荐 然后回去就讲这个 就想起你直升飞机来了 所以就音乐就这样 好像定义的一把钥匙 对对对 跟你来说 这是崔剑的歌声 花房姑娘 在这样的歌声里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年轻的 贾张科和同学一起拉着煤车 在城乡 结合部的小路上走着 然后一架直升飞机 就那样以浮冲的姿势靠近他们 他们的头发在螺旋桨带起的风中 被吹的有些乱了 贾张科说 我一直在寻找一种个人 对历史 对年代的记忆 而从电影的形式来讲 个人的记忆就是对时间性的利用 我非常喜欢在电影中拍到时间的感觉 我觉得最让人胶着的期待 就是时间的缓慢前进 我记得在十七八岁念书的时候 晚上不睡觉 总期待着第二天的到来 总觉得天亮了 就有新的改变 天亮了 就有什么新的事情会发生 这种情绪一直伴随着我 对我电影中的人物来说也是一样 好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小凤之波 是今晚嘉宾著名独立电影人 电影小五站台的编剧导演贾张科 嘉宾采访沙子乐队主唱刘东宏